慈濟全球精進日邀請慈濟醫學中心醫護人員 分享防疫知識以及保健廟方 但受到疫情影響大大縮減現場人數 首次採用線上平台全球直播 總共有10個頻道 可以用各種方式 從電腦 從手機都可以連線 一方面也是針對目前的疫情的防疫提醒 以及我們今年度要推動的整個年度的計畫 希望我們近視地址能夠持續的精進 從花蓮近視金社送出畫面 各地慈濟人無論在哪 連上網路就可以觀看 不熟悉數位設備的長者 共修處也提供連線服務 把這個場地距離都拉開了 然後也請他們要洗手 然後用酒精消毒 還要自備口罩 處處皆為道場 面對這波疫情 正言上任期許 人人要安住身心 減少口欲 戒慎前程 我們要為所有受了病苦的祝福 更要為那一群勇士在前線裡 來感恩與祝福 所以我們揮數不可 我們災界才能成就大福消滅幾億災難 除了台灣在海外像是約旦緬甸 聖馬丁等30個國家地區 觀看人數突破萬人 大家齊聚善念 響應災界如素 同心起伏 大愛新聞花蓮綜合報導 躍 拉開了 天橋